刚才补办一个军人优待证 掉了 补办起来简单 昨天晚上 我有一个战友 一间同事 跟我打了个电话 声称自己的小孩 大学毕业了 准备给他买一辆车 但是到市场一看 不得了 新能源电车 油车 在混战的 他不知道怎么选择了 生怕把油车买了 经济上不划算 把电车买了 又怕过两年 清能源来了 现在的电车一文不值 再加上一些自燃率 还有贬值率等等 他现在举期不定 其实啊 这个问题呢 也比较典型 不少人呢 都有这个困惑 尤其是在今年 那么 我呢 给他分析了一下 正好 我办完了证件之后呢 我就去了一趟 武林的size店 最近武林推出了 不少这种新能源电车 我问了一下 有没有这款 号称是 1.2万元 起的这款电车 他们说 目前还没上市 要到下半年 于是呢 我就跟我的战友呢 今天打了电话 我就跟他讲 如果买电车 就买武林这样的车 一万多块钱 贵一点呢 两三万块钱的 即使过两年 青能源来了 被淘汰了 也不可惜 再加上呢 这种车呢 即使坏了 和换电也便宜 费用呢 没那么大 而且 武林这款车呀 它的电车 芯片全是国内的 没有进口的 将来呢 也不会被卡脖子 如果你是买油车的话呢 你可以买一些省油的车 你作为私家车来讲 一年也跑不了多少公里 省油的车啊 那个费用也不高 所以说呢 虽然是比电车 稍微费点油 但是 它后续呢 用车成本低啊 不存在什么 换电池的问题 不存在保费上涨的问题 做个保养非常简单 你比如说 轩液呀 卡罗拉呀 包括卡罗拉的双瓶的 都可以 两三年之后 它的用车成本 和你电车是持平的 四五年之后 它就会 要低于电车的成本了 如果你小孩呢 喜欢越野 喜欢走些烂路 那么呢 你就买个柴油车 柴油车呢 动力足 扭异大嘛 同时呢 还经济实惠 你看一般的SUV 或者说越野车 也就两三毛 三毛左右的消费 比你电车呢 费不了多少 而且呢 这种车呢 故障率低 你可以长期持有 我告诉他 油车永远不会被取代 取代的肯定是电池车 或者说是青年元车 他说了 那如果是他们老两口买车呢 等退休了 你买个房车 那肯定就是 柴油车了 毋庸置疑的 他听我这么一说 马上释怀了 说 他去看一下 他问了一下 他小孩 准备买一款 汽油车的 我说那你就买个 双行吧 丰田的混沌 我给我这位站友间同事的建议啊 其实就奔着一个 省钱 后续麻烦小 保值 这个原则去的 其实这个也是大家 所担心的 这个原则啊 适合每个人 不知道我的观点正确不 欢迎大家讨论 留言点赞转发 谢谢大家